我們現在出發到我以前舊的工作地方拍閒淡系列 沒錯就是這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裡是哪裡 忘記不要緊,我們可以再看看下一張照片應該就會知道 是不是很熟悉呢? 我就告訴大家你究竟在哪裡見過 大家看到我就是在最出名的商場 我想是在元朗最出名的 如果你有看直播或者住在附近的話 你一定知道這裡是哪裡 其實對上一次的閒淡系列都很久沒有拍了 很久沒有拍了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記得我究竟說過什麼 應該是商場剛剛開了沒多久 我還記得當時最怕在哪一個位置 第二話,商場的車場出閘位是吧 其實我自己的話其實都喜歡這份工作 不過其實無可樂何地的管理一開始 剛剛開場沒多久其實真的太過差了 所以我就沒有做到 其實做了不太久 應該做了大半年了 大半年 可以說是見著這個商場開的 我是見著這個商場由沒有 由一個地盤這樣 然後變成一個真正的商場 我是看著這個商場起的 那你這份工作其實好不好做 真的是見仁見智啦 因為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譬如幾多點開店 幾多點開場 你就是負責做很多東西 但是 但是就 它那個人工相對地穩定 不過它每天面對的其實都是差不多 還有呢我發現呢 在戶外 就是在外面呢 外面地方拍攝呢 都真的挺困難的 因為實在太過累了 太過累了 一個人做了很多事情 很麻煩的 所以 可能是我經驗未夠了 好 回回正題先 那其實當時來說呢 就是未開場的階段 那我可以分享一件事給大家 那就是大概過多個多月 過多個多月之後呢 那商場準備要開了 其實都挺突然的 因為當時我都不知道 那個商場其實很快手 很快手就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上頭命令 要在某一個的 某一個的時間 月份要起到這個商場出來 那所以呢其實都挺急的 那我記得當時呢 是7月 7月開張 好像是7月開張 7月不知幾號 太久了 不記得了 那就 當時呢我還在上早間 早間就是由早上7點多 到4點多 那一天呢 全部人都要OT 沒有得秘密全世界OT 然後呢 是沒有時間放飯的 又不可以說沒有的 看看放飯時間幾點 當時來說我記得那一天是9點多 9點多才走 即是9點多才在商場裡離開 回家 然後第二天呢 都是回到7點 都是回到7點 那時候我記得是真的 真是超累 因為呢他要我們站很久 站很長的時間 然後大概8點多 9點才放飯 那飯呢就是由 就是 比較大的職位 好像 管這個商場的人請吃飯 請吃飯 但是吃的都只有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 然後9點才吃飯 那當時我只是 只是吃了早餐之後 就去到9點才吃 第二餐 那這個過程 都幾辛苦的 真的幾辛苦 還有我記得那天是被人罵的 不知為何被人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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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記得 嗯 去到那天 有一個 即是另一個部門的人 他就負責可能是 一些來分 即是一些客人去到盡場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電影開幕 在戲院開張 那所以呢 其實他是不可以給那麼多一些 限閘人等 在裡面 即是在裡面 即是在 你當是有一個範圍 就是在戲院那裡附近的 就 他就不想有一些 例如工人 因為那時候 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經 建好 即是譬如有些店鋪 他是還沒做好的 那有一班工人 還在做事 所以呢 所以就 他就想我們守住 守住不要讓那些工人進去 但是 因為我是守門口 他看到我做不到事 那他就罵我 問我 你怎樣做事 之類的 但是 其實我覺得都幾無奈 因為 因為工人 其實是在裡面 開始走出來 但是他就不知道 不知道 順便散了我一幕 那我都幾記得 但是那個人其實都沒有做 好像 好像過一個星期已經沒有做 他都 我還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名字是 在這裡說都沒有所謂 他都不看的 是不是 他的名字 我覺得幾有趣 他的名字是中 即是男 男子名字 男子名叫做KIT KIT 如果沒有記錯 KIT這個名字應該是男子 那 他就是比較低少少職位 即都高過我 高過我 但都是低少少職位 就不同 之前有一個罵我 罵得很厲害 這個有機會再分享 這個是 剛才我都說過 有一個請吃飯 也就是這個商場的話事人 但這個商場的話事人 就罵得我很緊要 罵得很緊要 這個有機會再分享一下 對了 剛剛說到就是其實 都 其實我想大部分人聽到 什麼 由7點鐘上班 到4點本來下班 接著要強制OT O到8點 先 先給你吃飯 接著吃半小時 接著就要 接著就 然後才可以走 第二天還要7點起床 其實也挺辛苦 其實也挺辛苦 那時候真的覺得 嘩 超辛苦的頂不住 但想不到 陸續有來 只要商場之後 有什麼玩弄 其實也是一個挺辛苦的 試看 下一單就 不說下一單先 先說這個 其實經過這一次之後 都馬上有人做 我記得好像是 好像一個 沒有記錯 是一個 不過其實想回 整件事都挺有趣 因為其實 一開頭 即是商場開的時候 全部都是年輕 全部都是 比較上是年輕一點 就不是年紀大一點 大部分都是年輕 所以我都挺喜歡 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 挺好 因為 很少那地方 大部分都是二十多歲 其實很少 都挺喜歡這個工作環境 但是去到越來越後 就開始沒有什麼人 因為那些年輕人都走了 那些年輕人可能都頂不住 所以都走了 而我都是其中一個年輕人 我有時候經過這個商場 都會看到 開始有點不適合 因為離開了太久了 應該都走了 離職了一段時間 但是有一兩個都會看到熟悉的面孔 熟悉的面孔 都想不到他們還在做 都... 都幾好 不錯 其實這個物業管理這個工作 其實對於如果你沒有什麼學歷 即是學歷不高的人來說 物業管理其實是OK的 但是真的一件事最壞的就是 可能 有機會面對一些 面對一些客人 可能比較無理取鬧 又或者是 辛苦 即是一些要求 給你很大的壓力 都會有的 還有不靜止客人給你的壓力 即是服務業 你們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機會可能是來自主管 上司等的壓力 都...都有 都有這個情況 我自己都試過 都真的是... 幾累一下 其實這份工作 那... 我在這個商場現場 先說了這麼多 因為很累啊 這麼一拍 那之後就... 再回去看看有沒有補充 在那裡 我自己好好收拾一張 你還應該在那裡 OUGH짜 那裡 多你 怎樣 我可以去哪補兜 我去哪補兜 你 這一張